我們從小透過生活 感受這個世界 而世界越來越快 社會的變化 與科技的進步 也越來越快 美感教育 又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小朋友其實從這個幼兒階段 他們兩歲到七歲 就是他的感覺動作 發展最敏銳的時候 透過這個五官感受的 這樣的一個方法 在學習認識周遭的世界 美感要從小 在孩子的生活中 自然而然地學習存在 透過導入設計思考 能引起私生學習動機的校園環境 孩子在真實的生活經驗當中 他必須從一個事件 或是有一個空間裡頭去認識 或是去體驗美 進到場館 尤其是不同的場館 拓展孩子對於美這件事情的想像跟討論 從學習一種樂器或是一個曲子 到整個團隊大家一起排練 到社會關懷的一個機會 都是教科書裡面 棉保行李道的一個藝術的養成 藝術其實是最具有包容性的 它是最具有彈性的 讓學生可以在最沒有壓力的狀況之下 去嫌隙其他的學科的一個領域 唯一有我們善用我們自己本身很敏銳的感官去感受 那才是一個完整的美的體驗 每一個小朋友每一個學生都應該有 這樣子的一個學習音樂或學習樂器的一個經驗 這個對他們來講會是很豐富的人生經驗 那我們也很高興看到音樂的種子在全國的各個角落裡面 它慢慢在萌芽慢慢在很大的成長 要把我自己感受到的這個部分 也希望能夠帶給從來沒有這樣感動的這些偏向的孩子 老師如果在相關研習中 他能夠感受到人之間互動的這一種珍貴 還有感受到藝術對於生活素養的提升 他會融入在他的不管是教材設計他的班級經營當中 傳統技藝的這些將師 他們是用手去經營出他們的專業出來的人 用肢體去學習 我就很希望每個學校在這個部分 先脫離教科書的一種思維 不管是聽覺的或者是視覺的 美是跟每一個人的感受有關 美感是一種感受的過程 也只有感受具有溫度 無法取代 美感是一種感受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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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仰讓人變到了 也沒有害 tea 可以順暢獻 千 horse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